最后当然如果说我今天如果不用那个 刚刚常用里面的那个设定格式号条件的话 不过特别注意 你要清楚 记得不能用清楚格式 你一定要清楚整张工作表 那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方法 或者是说你不清楚这个的话 我建议你干脆再复制一个 Ctrl 键按着然后再把它复制 这个的话就是你再用 VBA 也许两个把它分开 一个是用设定格式号条 一个是用 VBA 那 VBA 怎么做 基本上的话 我这边已经有一个写好的开发留言里面 大概就是 第一个在那个module里面插入一个 sub 叫格式化日期 那我把它跑一下 基本上跑完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基本上 如果要把它还原的话 可以用 range 整个还原就可以 整个范围还原 那写法的话 第一个 Tepetree 里面的话 我大概把这些把它删掉 因为我们会需要什么 之前讲的是 for i i的话是列 第二列到第三十二列 可是现在还有蓝 蓝的话怎么办 里面变成说还有一个 for j 我的写法是外面一个 for i 里面是 for j J的话指的是蓝 那数字第一蓝到第十二蓝 OK 所以记得写法的话 可能慢慢以后 还要多一个 for j 那写的话记得这边按一个 tab 键 for j 等于 那个什么呢 那个一到十二 当然有时候你如果偷蓝的话 你可以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 tab 键 这边把它 for j 记得有一个 for 就会有个 net 所以这个是他的列 这个是他的蓝 那他会怎么做 他会就是 帮我先抓到这一列这一蓝 那我如果说呢 当然我要先判断一下 有一种可能性 里面如果没有资料的话 那就跳过 跳过意思说 不要去判断 因为里面既然没有资料 你就不用判断是不是礼拜六 或礼拜天 所以呢我就直接让他跳 怎么跳过呢 就是底下的话呢 就是做一个逻辑办 如果 那一个储存格 特别是要 之前是叫Sales的 I列的哪一栏 那现在的话那一栏要追栏 哪一列的哪一栏 就I跟追 那他会 一个一个的去把储存格的资料抓过来 那抓过来做什么呢 如果他不等于 如果他等于什么 等于空的话 表示说里面没有资料 像这个 那我就怎么样 then enter 两下 打一个enter 不过这里的话 如果他等于空的 那我执行没有意义 所以其实他不等于空的才对 如果他里面不是空的 那我才去执行里面 再去判断他是不是礼拜六 礼拜天 如果不是就跳过就好 所以这边记得你就写这样子 如果他不是空的 我才再接下来 我才去判断他 是不是礼拜六 礼拜天 是不是礼拜六的话写法 其实 偷懒一下 直接拿上面来改比较快 这个 复制到这里 然后怎么改呢 这边一样 一样把 如果 是不是礼拜六呢 我就直接拿 如果 前面加一个weekday 或者你打一个vba 打一个vba 其实Vba 其实Vba里面有没有函数叫weekday 看一下 有没有 打一个w 其实用法呢 跟Excel一模一样 那把儲存格里面的东西给他 如果呢 他的weekday 里面呢 假如等于 后面把他改一下 等于 7的话 那表示 他是礼拜六 意思是说 把儲存格里面的东西 把我放过来 检查一下 是不是礼拜六 如果是的话呢 那我做怎么样 把那个儲存格的底色 还记得吧 点什么呢 点foam foam的color 就是字的颜色 那foam color等于什么呢 rgb 瓜糊 一样三个数字 那底色的话呢 就sales 还记得吧 底色是什么 intero 点color 底色 如果底色 那当然我们查一下 等于rgb 瓜糊 那所以 你可能要查一下 就是颜色的话呢 可能就是 这个叫什么 不知道 所以你可以讲 浅一点的 绿色 假如这一个 然后制定一下 把这个记下来 那深一点的绿色 深一点的绿色 找个接近就好了 制定一下 把这些数字记起来 填到后面去 填进去之后的话呢 那我大概就填完 云端上 我有把 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 就这个数字 现在 这 反正这个是浅 这个是深绿色 这个是浅绿色 我就拿这个 然后把它直接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后面 那记得 这个后面瓜糊 记得要把它加上去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 那个礼拜六 那礼拜天怎么做 其实不用 不用重做 你就把这个 逻辑判断 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到底下去 那把它改什么 把这个week day 把它改 你看刚刚礼拜六是七 所以礼拜天的话 这边把它改什么 改成 一就好了 如果是礼拜一 那颜色换一下 字的颜色 是红色 红色比较好记 255 后面是零 OK 那如果是底色是黄的 红配绿 255 这边是零 这样的话 就 写完了 OK 所以我再讲一次 这个是列 那这个后面 把这个 记得 这个使的是列 哪一列 所以 第二列到第三十二列 里面的话是哪一蓝 蓝 大家改一下 这个可能一到十二蓝 他就会一个一个帮我抓 那怎么抓呢 把这个儲存歌 一个一个的抓到这边来 如果他不等于空的 表示里面有资料 那就看一下是礼拜六 还是礼拜天 如果其中一个 就把它格式化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它执勤 给各位看一下 执勤 就OK了 那他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去检查 试的话就把它填颜色 那怎么样去除呢 最简单的方法 记得用range 去 那个范围 不用再跑回圈 因为太浪费 那个范围就A2 到L的32 它的颜色全部改回黑的 它的底色全部改成没有 执勤一下 就恢复了 OK 所以这两行 执勤 清除 这样就完成了 OK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大概就先讲到这边了 那最后 其实我有把那个年历一键完成的程式 所以刚刚这第一段第二段 有把它放云端上 这边有个年历清除 跟年历有没有 那配合刚刚那两段 其实就可以做出 如果回去有时间的话 可以自己怎么样 把它拿来用 给下去 他会问你说 请输入哪一年2020好了 如果按确定 就把刚刚所有做的动作 全部再跑一遍 一键完成 懂的意思吧 所以刚刚所有的动作 通通在跑一遍 怎么跑 就是丢公式 反正刚刚怎么丢 他就丢到应该丢的位置里面去 然后就一次完成 顶多是多一个清除 再一次 比如2019 按确定 又跑一次 这个其实就一键完成了 不过其实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好疗愈 就是那感觉就好棒 如果你工作 每天都可以按个按 你全部就完成了 感觉那种感觉就是 无比的那种不知道 成就感吧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以前就是常常 就做这种事情 把所有的事情想一想 当然刚开始 不可能一次完成 你可以分阶段完成 第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 再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然后慢慢串 越来越有感觉 所以每天你都会 感觉你会有那个进步的动力 因为你工作 会一直觉得 你工作什么 越来越 越来越简单 然后越来越快速 越来越有效率 而且每天又会 可以从中间又学的一些技术 OK 不断提升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最后就讲到 用VBA做设定格式化 那有一些细节 假如没有听得很清楚 回去 请各位再花一点时间 把那个影片 大概再看过 然后最重要还是要 动手做 写一点诚识 因为这写诚识 真的不可能一气 一下子就马上可以 让你变成很厉害的高手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锻炼 对吧